你可以停止你這個愚蠢的行為嗎? 喂! 用這種方式抓也太好笑了吧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man 我們又回來方舟生存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沒有意外的話 就直接抓到我們的嘟嘟 嘟嘟普羅米飛龍 普羅米嘟嘟飛龍才對 因為上一期我們正在準備結束的時候 就在這個上空遇到他 所以說我們沒意外的話呢 待會就把他抓下來 再試試看他的威力如何 然後我們這隻已經進化成 力量型的鋼鐵 力量型的普羅米南方巨獸龍 其實威力其實也沒差太多 還是打不贏 那太強了 那在遊戲開始之前呢 如果喜歡我這個頻道 以及我這個遊戲這個系列的話呢 記得按右下角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你喜歡這個系列 這樣子的話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不要吝嗇你的喜歡可以按下去吧 就這樣子 好吧那我們現在非常多說齁 我們現在 上一集是停留在這個地方嘛 那我們稍微找一下我們的 嘟嘟飛龍 不在這裡在哪裡啊 在我們上空啊 在我們的上空啊 而且為什麼感覺有點lag 不然什麼事啊 不管了不管了 稍微有點卡頓啊 還蠻卡頓的 好現在好多了 OK 我們飛到部落的時候 我們直接把他擊落下來齁 嘿 啊不行 這個沒中 沒關係我們長槍很多 咚 欸沒有欸 他在空中徘徊 我沒記錯的話 這一隻是可以抓的嘛 對這隻是可以抓的 感覺不太行 必須要把他引導下來 我們站在這個沙漠的上方 反正一槍他就掉下來了嘛 根本射不到好不好 還是我們要站在南鋸上面射 我們站在南鋸上面射好了 比較高 反正現在是可以在恐龍上面拿槍 使用槍枝 那沒這什麼問題 OK 掏出我的槍槍 在這裡不能掏出喔 欸奇怪不是可以嗎 還是只有十九獸可以啊 沒關係我們直接在這裡也是行 怎麼辦射不下來 快點下來啊 你的威力都去哪裡了 阿你不是很power嗎 算了我要射把他把他引下來 這才是重點 不過我要先讓我們南方巨獸射為被動 先讓他看到我 完了我們沒有什麼遠程武器可以 可以攻擊他讓他下來 有啦是有這個劍阿 可是劍沒有用阿 如果拿個狙擊槍射 搞不好好一點說不定 沒中 他來了他來了 喔唷威阿 哇 有 耶 耶嘿嘿嘿 入手了入手了 阿阿阿阿阿 待會就讓你起飛 欸 好我們的能量在嗎 欸還在 我們等一下看他可以進化成什麼 有 馬上中 誰啦 不要這樣子 欸幾等阿 為什麼是等幾一阿 為什麼是等幾一阿 我的天阿 來來來來來 先讓他落地 然後這一隻我先把他傳回去好了 來 先讓他傳回家 掰掰 辛苦你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哇 超酷的 你看嘴巴是機械化的有沒有 機械化的嘟嘟飛龍 我們沒有他的鞍 我記得我有做阿 在這裡阿 他可以進化成POWER跟這個速度型 速度型 呃 我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到移動速度 欸 我想說阿酸了先讓他進化成速度型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材料很多嘛 速度殺肉在這裡 有觀眾說 有觀眾跟我講說 這個進化其實可以不用消耗鞍的 就是進化的時候再把鞍拿下來 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這樣試的時候 好像效果就沒有成功 直接不見 好 正在製作了 呃 是現在不能拿 是等他準備要進化的時候就把他拿下來 是不是 我們試試看 我們先等他 等一下這個進度條跑完之後 他就進入那個進化的程序 有沒有 我們把他拉下來 應該就可以保留我們的鞍了 試試看吧 好快到了 有了喔 把鞍摟下來 喔 真的是這樣子欸 我上次會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他在讀取的時候就把他拿下來了 你看他超大隻的 你看我這個身材 小的跟什麼一樣 我根本連他的嘴巴牙縫都不夠吧 進化了進化了 顏色變了 顏色變了 速度有變快嗎 其實我不知道欸 沒關係 反正呢 到時候他還是可以在進化成原來的樣子 OK 好我們稍微讓他等待一下 等他等級到我們升一下附咒 我們就去稍微逛看看 再看我們這隻飛龍的威力如何 來 OK 哇嗚 啊 GO 又一件是破壞時光 有噴到嗎 沒有噴到 超廢的 欸他的噴 喔有啦 400多而已 欸可是他的視角好 好上方看不太清楚 C件是噴火 然後 哇 他落地有傷害嗎 你看他這個火焰 我找那隻袋鼠開刀好了 沒有用 看一下C件 燒燒一千多滴 真不曉得這隻可不可以跟那隻BOSS打 我是覺得也可能打不贏啦 我是覺得也打不贏啦 普通攻擊一千多滴而已 是要打什麼 是要打什麼 他的初始攻擊好低喔 這隻也是沒什麼威力可言欸 真的這隻沒什麼威力可言欸 比斯救兽爛太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隻BOSS在哪裡 我們去批他看看好了 他BOSS不見了 之前不是還在的嗎 哇這邊好多喔 練經驗值喔 噴一波 噴一波 通通都是我的經驗值 那邊又一隻普羅米的 咬掉他 咬不到 哇這隻是星紅版本的 打不贏 我錯了嘟嘟鳥 欸可是還有火焰燃燒傷害欸 他火焰燃燒傷害還蠻強的阿 燒傷其實還持續在扣還蠻痛的啦 只要打好久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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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OK好這實在是太誇張了 阿我屍體在哪裡 阿 阿我的飛龍去哪了 我好像是被自己的那個 被自己的那個什麼給噴死阿 被自己的破壞死光噴死阿 阿這個都會傷害到自己的自己的夥伴 這超鳥的欸 這實在太鳥了 而且又超危險的 我把他帶回家 天阿 大隻歸大隻阿 但沒什麼屁用阿 再見 然後呢 我也跟著我南方巨蟲一起回去好了 阿前面那隻也是不用打阿 打不贏阿 想太多了 等我們有更強的恐龍再說好了 我回家囉 掰 阿都上來了 欸我們南巨沒有跟上來阿 算了到時候再把他帶回來就好 反正也不擠 哎呦還出現了 可是他為什麼會在 會被擠到旁邊去阿 算了不管了 可能是位置的問題吧 他被強制擠到那邊去了 有沒有 前面這什麼東西 欸嘿嘿等一下 我才剛來而已 你別那麼兇 煩死了走開 看到這什麼東西有沒有 超大隻的 水踏 OMG 這麼肥 這就是我那傳說中的水踏戰士 那這個怎麼抓阿 這個是有暈眩值的 對啊 這要怎麼抓阿 好像不能直接暈他的樣子 我看那個 我看那個什麼 官方工作 官方的那個模組介紹 他說這一隻是用原始方式獲得 有可能就是之前一樣是抓水踏的方式抓吧 所以說我們不能暈他 他好像也沒有什麼攻擊性 你看那邊有一隻有沒有 我們要抓那個魚鳥 去抓那個魚的餵他才行 快快快快 過來快快 有了有了 一直中了中了 快點快點快 這個是 這個有沒有吃魚肉的阿 我記得這隻吃魚肉對不對 欸達達你有沒有魚肉阿 我居然會問他有沒有魚肉 死定了 好像弄不到魚肉的感覺 我知道自己宰殺了 交給我了 要魚肉是不是 欸那隻要被淹死阿 那隻要被淹死我覺得 殺了你 我就有魚肉了 哇他們怎麼那麼兇慘阿 我要殺的不是 我靠那個 他在打我嗎 欸我不是食物阿 你為什麼在看我 OMG 欸大哥 我沒有 我沒有 他真的攻擊我欸 你到底在幹嘛啦 我錯了我錯了對不起對不起 I'm sorry 有了應該會帶回來 有了這個有帶回來 這個有帶回來 快點快點 這呈現金色狀況了 金色狀態了 他帶回來只是比較慢而已 好的 那我們拿這個魚肉 威那個前面的北七 不知道他有沒有辦法一次馴服阿 他現在非常的激動 不知道他激動什麼 你看看 這個我不知道抓得到嗎 好 你在這裡不要動阿 來 頭動屍體 交給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難抓阿 好煩阿 我已經搞超久了欸 這樣抓得到嗎 他飛成這個樣子我抓得到嗎 我實在非常好奇我弄得到手嗎 怎麼會有速度這麼快的水踏阿 打仗你 打仗你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停止你這個愚蠢的行為嗎 喂 哈哈哈哈哈哈 用這種方式抓也太好笑了吧 看 他一續又停不下來欸 哇好可愛喔 OMG 撿起來 大哥 這樣是不對阿 不是 不是應該我騎在你的背上嗎 你現在怎麼成為我的持有靈阿 哇靠這個也太扯了 等一下 那這樣意味著說我可以給他帶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嗎 等一下這太不尋常了吧 呃 呃 他不能戴頭盔阿 我看一下你有什麼裝備可以給你帶的阿 草帽類的東西 喔我剛好沒草帽太可惜了 算了就先這樣 阿我要怎麼騎 這可以騎嗎 裝備鞍騎乘 你覺得我會有鞍嗎 這個可能要再另外學了 都阿這裡沒有顯示他的鞍 等一下我們把他帶回家來玩吧 太好笑了吧 太好笑了吧 他名字叫什麼 OTTR 有欸 可是我們沒有去學 那我們把他傳回去好了 把他撿起來 哈哈哈哈 哇我的持有靈超帥超強的 有看見我的持有靈了沒有 超厲害 超厲害 好我們把魚鳥也傳回去好了 辛苦他了辛苦他了 來 然後我們的 我們那隻欸 在這裡 一起回去一起回去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好了 我們回來了 超好笑欸 來 先把你丟下來 我們來做一下你的鞍 你的鞍在哪 就這一隻阿 就這一個了 水踏戰士鞍 這樣子我就可以騎在上面欸 好好笑喔 然後他這個好像兜了蠻多東西的欸 哎呦兜了一樣東西 不知道什麼 我們下次再來看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水踏 真是超可愛的 有沒有 你看他不理我 看我 一動也不動 像是雕像一樣 So kawaii 我們直接做一個 我看一下建築物 然後 然後 呃 不是建築物啦 裝備 護甲 護甲 然後初步的 先我要十個 這樣可以直接給他 套在頭上吧 跟之前那個 出版的水踏是一樣的東西啊 看看 這邊 不行欸 他不能帶欸 這個巨帶欸 呵呵呵 好吧算了巨帶就算了 我們直接把鞍套給他吧 我看一下他在哪裡 哈囉 我們剛剛做的鞍不是有拉出來嗎 怎麼不見呢 在這裡 來 等一下 喔 跳跳跳跳跳跳 欸我不是要這樣是我做你 不是你做我啊 這個還要這樣子才可以騎 哇 超好笑的 可是要怎麼走路變慢啊 還是說要在水裡移動速度才快 還是說因為負重的關係 哇 好我們就這樣子 左劍 搖 右劍 你要吃石頭嗎 欸好可愛 他右劍會拿石頭起來欸 你看喔 你看喔 你看石頭嗎 我這邊有鑽石喔 獲取珍珠 喔他在水裡超快的 他水裡根本是神啊 C劍什麼功能 沒功能 所以說這隻是哪賣蒙用的 我咬一下前面那一隻 欸我們可以去水裡吧 我們去水裡好了 咬 喔這個還有一萬一欸 不容忽視不容忽視 攻擊一點一點 也是可以超厲害的啊 啊 只是這隻不能去深海 欸可以啊可以來深海啊 只是往下游很麻煩而已 知道怎麼往下游啊 他這個沒有往下游的選項 有啦 滑鼠不能移太旁邊 這邊好多鯊魚喔 我來制裁你們 你們看過超強水踏戰士的 對付落實性動物居然毫不手軟 全部都是我的囊中植物 我靠這也太可愛了吧 哇我們有個可愛的水踏 可是他不會跳欸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OK我們成功抓到這個水踏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又 拿到一隻嘟嘟飛龍 不過還蠻爛的就是了 我還是覺得水踏最可愛了 好吧那今天就是我們這集的內容 也差不多到這裡為止啦 那我們下一集來看一下工作台 到底有什麼東西喔 敬請期待吧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影片呢 走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或是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進化再見啦 掰掰